最近这个 CHERRY 的 T-GO 7 Pro 呢 他们刚刚在买一下进行预览 然后他们表示这辆车的价格会在 13 万令吉以下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这款车 但是也有一个声音问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 Proton S70 的 MC2 怎样的呢? 最近我们就有收到一些信息啦 所以我们就整理整理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 Proton S70 MC2 的详情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当然啦有一些朋友也会讲啊 在中国这个博越库或者是博越 L 都已经发布了 为什么马来西亚还在用旧款? 其实很简单啦 因为目前 Proton 本身是没有 CMA 的产线 如果要升级 CMA 的产线下去呢 要投入的成本就非常的大了啦 不过我相信这个博越库跟博越 L 到最后应该是会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啦 那么我们就讲回这个 S70 的 MC2 首先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这个 Proton S70 MC2 会更换全新的 Proton 家族中网设计 也就是在这个 Proton S90 跟这个 Proton S70 上面 使用的设计风格啦 头灯组也会更换 也就是讲目前款式的头灯组是没有办法使用在上面的 同样的它也支援这个眼镜光灯自动调节 但是在车尾灯的部分呢就没有那么大的改进了 只是在这个下保险杆进行的一些修正而已 当然轮圈的尺寸也会不一样 另外因为它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它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以定位来讲它还是一台C-Segment的SUV啦 那么在这个内装的设计部分呢有两个说法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它会维持现在 Proton S70 的设计风格 并不会有大改 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呢 它会照搬这个 2022 博越的内装设计 如果说它照搬这个 2022 博越的内装设计 讲真的这个内装就很好看了 而且这一次呢 Proton 还有一个大更新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功能 就是呢这个 Proton S70 MC2 会成为首款 Proton 拥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车型 不过据说呢 Apple CarPlay 会先上线 Android Auto 之后会等 OTA 更新它会有 但是有这个功能就足以让大家很惊讶对不对 因为虽然讲这个 Proton 内建的 Teal Map 其实还不错用 但是你需要一个学习成本去适应它 如果可以直接用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大大的解决的 那么除了这些便利性的功能会有所加强之外呢 Proton 也会在一些配备上面进行升级 不过具体升级什么 我有尝试询问过 Proton Proton 不大愿意告诉我 不过有小道消息指出啦 就是原本这个不支援 Stop & Go 的 SEC 会升级成支援 Stop & Go 的 SEC 加上它是用这个雷达来进行侦测 所以它的安全系数会比较高 另外一点只要是 S70 的车主 我相信他们都应该会赞同我的 就是这个 S70 的 MT2 会保留这个优扬的传统 也就是 S70 的非常出色的隔音表现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在目前马来西亚贩售的 C-Segment SUV 中呢 S70 的隔音表现应该是第一名 就算是到现在它还是 所以如果新款的设计维持这个隔音表现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满意 那么在引擎的部分就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呢 原本的 Proton HX 是有这个 1.8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但是后期它更换成了 1.5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然后匹配的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有前轮驱动跟全轮驱动可以选择 在 MC2 的部分呢 它同样的会维持这个引擎配置 老实讲这台车我开了很多次 这个 1.5 公升的涡轮这辆引擎呢 它的动力表现说不上除类拔萃 但是对于日常的驾驶等等其实问题并不大 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它的这个引擎呢 会比起原本的 1.8 公升更加省油一些 大概省油的进步18%左右啦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引擎给我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对于荧幕前的各位我就不敢讲了 你们对对引擎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而这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也会是 Proton X70 MC2 对上这个 Tigo 7 Pro 最大的劣势啦 Tigo 7 Pro 在马来西亚之所以可以有那么优秀的价格呢 主要是因为奇瑞在马来西亚投资很多 所以政府给予了不错的 incentive 说回 Proton Proton 本身作为一个国产品牌呢 它在税务的部分呢 对比起外国品牌它一定会有优惠的 而这一次呢 这个 Tigo 7 Pro 兵临城下呢 对 Proton 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我个人预测呢 Proton 在这个 X70 MC2 上面呢 它们很大的可能会采取降价的措施 来让这个价格跟 Tigo 7 Pro 有一个差距 不过我相信就算是降价的话 降价幅度应该不多 目前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Proton X70 的价格顶配版本是在 128000 令吉左右 跟这个 Tigo 7 Pro 的预售价 13000 令吉非常的接近 那么你觉得如果这个 Proton X70 要杀猪 从尾是不是应该要降价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关于 Proton X70 MC2 的影片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 Proton X70 MC2 对比 Tigo 7 Pro 有没有胜算呢 记得分享看法 还有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